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8月24日 今天是星期三 我們這一節 要講一節內地新聞 據說這個就是內地人 現在 那個 青年人 失業的問題 相當之嚴重 所以 居然據報有些年青人就是需要 假裝上班 內地甚至乎 出現這個假裝上班潮 說是 擔心他的父母 會擔心他們 中國內地 繼續是一個 犧牲年輕人的地方 中國大陸 新一代的年輕人 就是沒有經歷過八九民運 所以他們很多人 對於89年在天安門發生的事 完全不知情 他們 經由這個國家 大力的文宣 去煽動 令到他們 莫名其妙地對於這個國家 有不正常的幻想 不正常的感情 他們也不知道 其實這個國家 對他們 極盡殘忍 尤其是 對年輕一代 就是 欺騙 就是哄 當他們不聽話的時候 又或者出現了所謂 反抗意識 又或者有些時候 根本都沒有去到所謂反抗意識 只是提出一些質問的時候 很多時候 他們 初初 感受到覺醒的時候 就是社會 主義鐵拳 打到過來的時候 所以他們很多人 一中鐵拳 很多人都回不了身 甚至乎 一中鐵拳的時候 就是他們死亡的時候 整篇這個文章 就是中國大陸官媒包裝 說這一班 年輕人怕父母擔心 所以就用各式其式的辦法 就在這裡辦公 嘗試 將一個那麼大的社會問題 將這些 邪惡政權 當年輕人是韭菜 的國家 描繪成為 暖心故事 想想也覺得 整件事令人心寒 我們在講完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我們剛才也已經說了幾節 希望大家 繼續運用最重要的模式 就是免費模式 打開節目清單 這個是最少要做的事 當然我們也有很多聽眾 他可能年紀大一點 或者不熟悉的就是很多IT 不知道怎樣訂閱Patreon 不要緊 如果你真的很想支持我們 你又沒有訂閱Patreon 也不要緊 用回 雙倍努力打開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就可以了 也可以打開 我們風景影片 風景影片也可以看 也不會太悶 如果你在家裡沒有工作 就從早上播到晚 有時間手動點擊 就是這麼簡單 希望大家也可以繼續支持 希望大家不要有太大的負擔 我們有很多聽眾都很善心 我們這兩天也上載了影片 關於緬甸和簡報債 那麼 那些 國內人被困就是相關的圓區 我們也有一個聽眾就是報料 他也不理到底是否騙徒 就不理3721 就是付贖金 救回相關的國內人 所以其實我們 有很多 聽眾 支持者他們本身都很熱心 對於 去幫助人 覺得助人為快樂之本 也是我們其中一個重要的價值 在2019年發揮出來 我們在2019年 學會了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我們不只是看著自己 熟悉的人 又或者 跟自己有親戚關係 又或者有親屬關係的人 我們只是關心他的未來 這件事 無疑地是太過合藉 實際上 香港人 的未來就在香港年輕人的一代上 所以 在2019年很多家長呀 中年人也好 他們 不會說你不是我家人 我就不照顧你 他們用了很多心機 去照顧 很多 香港人 但是這件事不可以abuse 一定要 就是真的有需要才會求助 因為2019年 亦都 後來發展出大量的社運騙徒 在 運水摸魚 這個也包括 我們也面對這樣的案件 這個案件 就是 四個 人的案件 曾志健的案件 就是有中間有這樣的騙徒 利用 善心人 然後利用他們四個 自己中飽私囊 這些人 大家 真的不可以縱容 這個叫做葉豪的男子 就是多次問我們拿錢 基本上他問Tony拿的錢 是接近港幣100萬 所以也奉勸大家 也要很小心 所以我們不停叫家長 你不要亂去幫人籌棄 不要亂相信 有船飛 就是因為我們知道 有一群人在運水摸魚 利用別人的善心 就是在做自己 籌期的活動 這件事 是沒有可能不揭發的 我們也說了很多次 呆於那四個人在香港的情況 我們一直都有心無力 不能揭發 這些騙徒行為 絕對不可以姑息 也不可以放過 你放過去一個 等於你加害 另外一些人 其實 這節不講那麼多了 用了兩三分鐘就講相關的事項 其實有很多聽眾 都希望我們再說 我們 也是 有空有機會就說 我們正正就是騙徒的受害者 這個世界最大的污衊也莫過於此 就是你做好心人 你被無憾 說你就是做騙徒 這件事 一時之間有理說不清 但是 我們相信我們繼續做下去 就會看得很清楚 是不是 你怎麼露屈我們 是沒有用的 因為我們會繼續做下去 是不是 家長會 去哪裏 不要只有我講字 作故事看圖作文 作完就沒有下文 我們繼續做下去 真相就大白了 是不是 無中生有的故事 也有一些人 在這個界別 是非除他不可 所以我不是跟大家說笑 我覺得我們會走強硬路線 事實上我們也不是我覺得我們走強硬路線 實際上我們很多 跟我們有相同理念的人 全部是革命派 根本也不是很過份而已 這件事 本身那個就叫做時代革命 本身就是一場革命 怎麼會無端端變成溫和派呢 本身 時代革命也很明顯 你要知道 港共政府 需要被瓦解 如果你叫得 中共要被瓦解 更加是革命派 你肯定不是改革派 這件事的訊息是很清楚的 我們說回中國內地 正正就是 把那些年輕人 變成中國共產黨 那些既得利益者 貪腐團體 收割的對象 因為他們是年輕的勞動力 任何時候年輕勞動力 都是這些 衰敗的政權 最需要的力量 又因為這個國家 完全不受任何制度保障 沒有任何法律 要 迫害那些無權無勢 剛剛初出茅路 剛剛畢業 的大學生 去收割他們的勞動力 是最容易發生的 現在經濟出現問題了 他們第一時間 就變成了失業大軍 因為他們 可能社會經驗不夠 又或者工作經驗不夠 就算是正常的經濟體裏面 他們本身要找工作 要工作也已經不是容易了 再加上你內地 那麼多奇怪的風氣 再加上金融泡沫 騙騙騙 那些所謂 P2P借貸 內地的所謂工廠 跟你說要主板上市 全部 10-89 全部 充大頭 充大頭已經很給面子了 實際上騙騙騙騙 東西 就是隨手拿回來的 強搶民產 屢見不鮮 一個這樣的經濟體 有甚麼可能能夠正常維持 年輕人的就業市場呢 其實 所以不是開玩笑 今天 你說柬埔寨、緬甸這些成為騙徒的重災區 他日 其實中國大陸 也很有機會成為一個園區 就在裏面 因為現在 他們的經濟 崩潰嘛 有正常的生產做不到 再加上巨型金融泡沫 房地產又崩潰了 那些 內地的年輕人有甚麼可能會不失業呢 所以你說你的官媒 出篇 報導 說那些年輕人 假扮上班是因為擔心父母 對他們的看法 說到 好像整個暖心故事那樣 就是告訴你 這件事 聽到也令人心寒 這是甚麼國家來的 花幾千億 去軍演 去恐嚇台灣 甚至乎將導彈 射下去日本 不見你有任何丁點儀的政策 嘗試為那些年輕人 工作謀求出路 一個這樣的國家 你叫人去愛國 除了盲無之外 有誰愛你 除了有利益的人 有誰愛你 這個不是鬼不鬼佬的問題來的 你不用再抹黑 就是跟西方世界走近的任何人 跟西方世界走近 不代表 任何東西的 你再煽動這個民族主義 再煽動 那個狹藍的民族思想 無助於你 轉移那個國內的 社會問題矛盾 所以他們很好笑 他們說美國為了要轉移內部矛盾 就是把視線投向台灣 實際上 在做這些事情 正正就是中國共產黨 自己本身 所以這些國家 不用想的 就算你今天也覺得自己是中國人 其實我們也知道有些人一定是這樣想的 尤其是年紀大一點 那麼久以來 都這樣稱呼自己 一時之間不知道怎麼改變 這個不是改變 這個是身份 本身就存在 正如我們所說 如果你覺得不習慣 那由今天開始 你多說幾次 每天跟自己說十次 我是香港人 一年之後 你就說了 3650次 是不是 那麼你就會 慢慢習慣 用數量去取勝 習慣 就是靠建立回來的嘛 跟做練習一樣的嘛 所以我們再說一次 你 不懂得開槍 不懂用震撼彈 不懂得握銳武 沒有人一天生 就懂得握銳武 懂得用AR-15 懂得擲震撼彈的嘛 飛虎隊 機場特警 速龍 全部都是靠訓練的 所以呢 所以呢 大家 有意要光復的人 你不用再想 如果你甚麼都不做 又攤大手板為人拿錢 你一定是百分之一千 一定是騙徒來的 其他有心人 真是做事的 每天 都做一點點 訓練一下自己的體能 追趕一下 那個所謂機場特警 速龍隊 他們有一套標準的 是不是 即是多少分鐘 跑多少米 不是呀 跟著 一分鐘做多少體能訓練 全部有一個標準 你可以去跟 可以去學 所以其實很簡單 我們每天都要求自己做一點點 這件事除了是光復之外 對自己有要求 亦都是告訴我們的盟友 我們香港人不是在坐食山崩 我們 真的打算光復的人是有做一些預備的工作 最低限度 你也調整到自己 是一個 可以入伍的士兵的體格 最低限度 你加入英軍 當他開放給你們加入的時候 你也是一個合格的士兵 我們這節跟大家詳細講到這裏 如果我們進行來說 非常好 我能夠使用這個 我們在身邊的一分之間 又要聽說 我們是否所謂市民